開發很遠嘛,也有習慣,反正就video basic 然後就把它放一個小小的移來移去嘛 那另外呢,因為我們這個的檔名是這個名稱 所以他一定會對一個VBA的project 後面一定是這個檔名 那如果我說像剛剛同學 把這一段程式呢 可能寫錯位置了 他寫在也許隨便點兩下吧 這邊只要是白色,他就給他貼上了 那這時候呢,當然如果你假設你放錯位置的話 這個地方你要插入函數 使用者定義你會發現他就出不來了 或甚至可能就沒有使用者定義了 因為我這邊是有做其他的 去爭議期,所以他會有個使用者定義 如果你將來看不到使用者定義 那理論上你是寫錯位置的機率是比較大的 OK 所以呢,檢查的方法基本上就是 回到你的 這個專案裡面喔 OK看一下你的模組 裡面有沒有那個function 如果沒有 那一定是找不到的 所以你就把剛剛的這個 翻加 剪下來嘛 翻到這個模組 所以如果你沒有模組 你一定要先插入一個模組 然後把它貼過來 這個時候呢 理論上在那邊就找得到了 所以這樣子應該 在 使用者定義這邊就會有個 刮鬍之鑽 又過來了 有沒有,所以 理論上只要你沒有寫錯位置 應該都可以看得到了 那做完之後呢 那這個檔案如果你要存檔 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這邊直接按儲存檔案的話 他會跳出這個訊息告訴你 下列功能無法儲存在 有沒有 無聚集的活躍部 所謂的無聚集 其實這個聚集值的 其實就是 VBA啦 就是那些sub跟function 那只要你有程式 他就認為說你裡面有聚集 那怎麼辦呢 記得 你千萬不要 按下是 如果你按下是的話呢 你剛剛寫的VBA呢 就會永久性的消失了 OK 那因為之前有很多同學就是 他也不太知道到底 到底要按哪一個 那平常習慣上按4 他就按4了 按4 回家一開 請問我不是寫了很多VBA呢 怎麼不見了呢 因為你存錯檔了 所以特別注意喔 這個時候請你按否 否預設是這個 XLSX 那這個格式呢 裡面不能存VBA 所以你一定要選擇第二個 啟用聚集的活躍部 他的副檔名一定是 XLSM 而且他存檔的格式喔 他的這個圖式喔 會比較特別的 就是說這個會多一個驚探號 所以如果你那個圖式裡面呢 雖然也是有檔 而且多一個驚探號 表示裡面是有VBA程式的 但如果沒有 那表示裡面是沒有VBA的 OK 那當然他主要會這個區隔 主要就是擔心說裡面 可能有存到一些 程式 有聚集病毒啦 所以防止 所以你把它存檔之後 那這個時候當然下一次 你如果再打開的話 把它關起來 我是把它放在桌面上 如果你把它放桌 下一次要開啟它的話 在這裡 當然呢特別注意喔 他會跳出一個什麼 是不是要啟用聚集 因為我們有寫VBA嘛 所以如果你按停用的話 那你剛剛按鈕 那個動作都不會work喔 都不能動喔 所以一定要啟用喔 啟用的話呢 它才可以去執行 就是說 這邊按下它 它才可以執行 但是你剛剛如果按 停用的話 你按一下 其實怎麼按都沒有 動作 然後插入函數呢 也沒有那個 表示你沒有啟動它了 那特別注意就是 如果2010以後的版本喔 它那個跳出來位置 不太一樣 2007是直接跳一個視窗 可是2010是跳 大概在這個位置吧 它會有個什麼啟用內容 你要按一下啟用內容 所以位置不太一樣 但是它的觀念 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如果你 你沒有 注意到這些細節的話 可能你即便寫了 它也不能夠執行 這一點要特別注意 另外當然你也可以存成那個 就是 之前的那個 比如說 2003以前的版本 它的格式是 X XLS 對不對 可是如果你存這個格式 它會有 這個 這個 但你存這個 也可以 可是會有個問題說 如果你裡面有用到新版的 一些格式 或者一些功能 那在舊版的可能它會 跳出跟你講說 可能會有相容性的問題 那當然就 會產生 額外的問題 當然理論上 我是比較推薦 用新的 不會有那個 你用了新的功能 結果 存到 舊的版本 就把你那個新的功能 那個 樣式給刪掉 那就麻煩 所以 當然理論上 比較標準的 還是用這個 這個方法 OK 所以 這個有些細節 請各位再慢慢 當然多用 上班我想 一定也會有 反正你上班的時候 盡可能 把這些東西 再演練過 那 你不可能說一下子 馬上記得了那麼多 可是我 覺得你大概如果 多打個幾次 反正大概 差不多基本的 架構都一樣 如果你多打了以後 越來越順手 閉著眼睛都會做啦 不過當然要閉著眼睛都會做 可能至少要打個100次 也不一定啦 每個人姿質不一樣 像我可能打了超過100次了 所以閉著眼睛就會了 OK 那就不用背了 好 那這個部分的話 所以技能 你說技能怎麼培養 技能就 傻傻的一直做就對了 所以很多小朋友 反正就要練了 剛開始 先跟他講說你先不要 問我為什麼 你就練就對了 然後去考試嘛 反正一直考一直考 等到他哪一天考過了 他回頭再看 他就會比較有 東西可以去 讓他去想 為什麼這樣 可是他 腦袋空空你跟他講很多 其實他也不能理解 OK 所以有的時候 我覺得還是要強調實作 理論不是不重要 但是理論是後面的 好那剛剛部分的話 跟各位講一下 再來的話 就是有關那個長寬高的部分 那長寬高本來是分成 長寬高 三個 可是 我是建議 你可以把它分成三 因為我們有三個 三個刮鬍 可是要怎麼做 你一次性要做完 恐怕這個難度很高 可是你可以分開 比如說 第一個 第一個刮鬍 長寬高 好那我可以怎麼樣 應該是可以把它分成這個跟這個 一個 這個 裡面一個 然後 那應該 可以分成三個階段來看 看一下我這邊 邏輯 那我 一樣 長寬高 那我可以怎麼做 這邊第一個 長的話先找到什麼 第一個 前刮鬍 第二個 後刮鬍 再做切割 OK 那我們就可以先把長 先做出來了 所以會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什麼 我 所以我分成三個 三個格子 所以這邊我有插入三 三欄 長一 一的話是做 我要找什麼 所以第一個 先找那個fine 一樣是找前刮鬍的位置 不過特別注意就是說 這個地方的刮鬍 跟前面的 內體的刮鬍不太一樣 這個刮鬍是全形的 OK 所以請記得 你這邊的話要打全形的 但是如果你用 你想說老師那我可不可以打一個半形的 可以呀 可是你要再用一個函數 就是 轉全形的 那個函數 再把它轉成全 不過我覺得這有點麻煩 你乾脆就打一個全形的好了 那打全形的話 我這邊用一個新註 因為我用新註意嘛 前導字元再加上刮鬍 這樣就會是 這個 全形的 在哪邊找 在這個儲存格裡面幫我找 他找到是第二個字 OK 那我就找到 前刮鬍的位置了 第二個我找什麼 找後刮鬍的位置 所以邏輯跟剛剛差不多 這個是後刮鬍 所以後刮鬍是前導字元加上後刮鬍 Enter一下 再打勾 第二 這個是 等於是前刮鬍的位置 後刮鬍的位置 再來就是什麼 做Mid 跟前面是一樣的 Mid 這邊的話 那我就是 這個裡面的字 star number 這個 加1 因為我不是要那個 我是要那個 後面那個字 那總共幾個字呢 就是把 後刮鬍的位置 剪掉前刮鬍的位置 再剪掉1 125出現了 OK 所以123 那寬的話呢 那你想說我找到了 可是寬怎麼辦 如果說你用剛剛的公式的話 可能就會問題 我先把這個公式先複製一下 那寬怎麼做 其實基本上就是 一樣先用文字裡面的fine 可是fine特別注意 一樣是fine什麼 fine 這個錢刮鬍的位置 錢刮鬍 找錢刮鬍 然後vc 在哪邊 在這邊 可是 特別注意 寬的這個地方 star number 剛剛是空下來 空下來意思是從頭開始找 可是呢 這個地方 不是從頭開始找 應該是從什麼 從找到 第一個錢刮鬍 的位置再加1 就讓他往後找 那錢刮鬍的那個位置在哪裡 其實就是剛剛這個fine 在這個公式 所以我剛剛不是把它複製 對不對 把它貼上 再加1就可以了 有沒有 找到第2個字嘛 把它加1 你從第3個字開始幫我找 這樣他就不會再從頭找 從頭找又找到 長的那個 所以加1 找到9 按確定 好 那 再來的話呢 一樣嘛 你 後面後刮鬍怎麼找 其實一樣 公式差不多 所以把它複製一下 Ctrl C取消一下 然後再Ctrl V 分別把這個刮鬍 有沒有 把它改成後刮鬍就好了 這個再把它改後刮鬍 應該可以理解啦 反正就是 一樣的概念 只是說往後面找 那怎麼去做切割 那一樣嘛 所以其實你可以把這個公式複製 用這個來改 那這個的話就是 把 這個 改成這個 對不對 這個改成這個 這個再改成這個 打勾 有沒有 135 沒錯 再來高的話呢 基本上呢 就意思一樣 所以先怎麼樣 再把這個 再把這個 Ctrl C 為什麼 因為 從這個位置 找到 再加 1嘛 所以 往後面找 所以 一樣的概念 然後所以 插入函數 一樣是找 fine 這邊fine 那fine什麼呢 fine那個錢刮鬍 然後在哪邊找 在這邊找 在哪個位置開始呢 從 寬的那個 OK 所以我剛剛把那一串 複製貼過來 再加1就可以了 fine到 它第9嘛 然後往後面繼續 從第10個字開始找 現在找到第16個字 就這個 OK 按確定 然後 這個是一樣 所以把它 Ctrl C 然後這邊把它貼上 再把它怎麼樣 這個 這個刮鬍的位置 改成後刮鬍 這邊 這邊 這要改良 越來越 所以還好只有3個刮鬍 不然如果 這個如果有 10個刮鬍 你可能 所以 特別注意 如果你的 這個重複的東西不多 可以用公式 但是你重複的東西多 建議你用VBA VBA 它有一些方法 可以比較好處理 打勾 那後面東西 就是密的 所以也是這一串 複製 複製一下 把這個改一下 然後改哪些 這個東西開頭 改這邊 這個結尾 這個開頭 打勾一下 又抓到了 有沒有 所以123 當然你這三個 你可以怎麼樣 再把它改成 一整個 不過難度太高了 請各位自己再完成 OK 這個 那我大概做出來 這邊有示意圖 我剛做的東西 公式123 123 都在這裡 那VBA怎麼做 待會再來看 我想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雖然可以 可是 不太適合 因為 像fine 大概fine 三個以上 真的就 不太 合適了 但至少你還有招 這個至少會 比那個 土法鏈剛來的快了 因為如果說你 這東西要用土法鏈剛來做 這也是很花時間 那 這還有什麼方法 其實還有一個方法 如果你不用函數 其實你可以用那個所謂的 資料剖析 有沒有 裡面有個功能叫資料剖析 那剖析的部分的話 你可以找那個固定的位置 因為他的固定位置 可以把它切 你要的東西過來 資料剖析可以 沒問題 VBA VBA也可以 反正這個地方是用資料剖析會更簡單一些些 也許可以試試看